主題菜, 怎麼少得日本料理 壽司、刺身、沙布沙布 通通上場 莫爾新好友周世龍 如何由情長浪子 變成24校老公兼好爸爸呢? 包心刺肚夠珍貴 平山盆菜夠風味 兩款壽熱各自各精彩 還有各式甜品和小食 這頓感知識食 很豐富 莫醫生, 今集的主題菜 你會帶我們吃什麼? 你們… 先說 之前那五集 你和我們吃了豬油煙、海鮮 雞醬汁和潮州菜 全都是中國菜 不如今集我們的生意好嗎? 介紹我們香港人 和我最喜歡的日本菜 很提議, 莫醫生懂得做 當然懂得做, 早就訂了位置給你 有, 來吧 乾杯 搶你了 莫醫生, 今天你帶我們吃什麼好東西? 阿瑪卡西 什麼意思? 我知道, 平時在日本 日本人多數坐壽司桌子 會叫阿瑪卡西 就是叫壽司師傅發板 厲害, 沒錯 阿瑪卡西就是師傅和我們發板 所以你們乖乖找個好位置坐下 我和師傅Kent有什麼好東西吃 麻煩你了 是, 莫醫生 你吃很多新鮮的壽司 是 這是紅當蕩的什麼魚? 這是金木鯛 金木鯛, 魚的魚很香味 熟食, 有什麼好吃呢? 這什麼好吃? 沙夫沙夫 其實說沙夫沙夫是什麼意思呢? 沙夫沙夫是日本的聲音 香港有聲音 聲音, 是 像沙夫沙夫 除了這個之外, 有什麼宵夜好吃呢? 是, 是, 肉很滑 肉很滑 是, 很滑 好, 我就等你了 是 謝謝 謝謝 很好吃 我怕你了, 我想嘗嘗這個真香的 這個你猜什麼? 不知道 沙甸魚肉, 好吃, 好像做小魚餅 是不是很香脆? 很濃 真的 一甜, 差不多生吃就行了 正式吃沙夫沙夫沙夫就是逐漲來 這次看你肚子餓了 一次過賞給你看 這個Sashimi有很多款式 看你能否認識到 是, 認識我 它們叫粒梅 有橡皮膀, 當然有毛丹蝦 還有這個叫金木鯛 是 是南乳的一種 這個就是左口乳鑊切 上面的領域是什麼? 上面是酸汁咸哩 當然有波蘿 波蘿 和薯蝦 你們想吃哪有的? 快點扭, 有的好像不夠吃 我猜到你… 理論上應該由淡身吃氣 不過算了 我吃沙律 這個沙律很特別, 是菠菜沙律 但裡面加了一些黃豆肉 所以很香味 很酸, 很脆的, 很新鮮 所以是日本溫室菠菜 這個比木魚或左口魚 這個肉比較淡, 比較響響 但最肥的味道就是柿蝦 我可以加給你 不要緊, 我自己來 你覺得多了, 都是毛巾的 是, 頭髒的 頭髒的 要這些嗎?有一半 這是什麼? 毛花果 特別是毛花果 考考你, 毛花果有毛花嗎? 毛花果 毛花果 即是毛花果實 毛花果實, 即是毛花 毛花 答案是有花的 其實毛花果的花 在花的中間, 很小的花 靠密封 一袋花去底袋花, 把花粉轉播 然後關在果實裡面 所以毛花果是有花的 只不過你看不到小小的花 再加上毛花果, 其實可以這個 毛花果的食物 差不多在公元前四、五千年 已經有聖經常人記載毛花果 裡面含鈣質最多的食物 是嗎? 所以如果你要補鈣質 其實毛花果是相當好 旺盛, 每次… 就送給你, 香港是少一點 送一條花給你 香港是少一點 又生花來生, 新鮮的毛花果 是少一點 最主要是中東或以色列的毛花果 是最美麗的 這次我吃的是日本毛花果 煮的方法很特別是用麻醬煮的 即是鹹的嗎? 是, 你試一試 熱的… 一定要加醬汁一口吃下去 這個最棒 我第一次吃鹹的毛花果 通常新鮮的就是煲湯 很有趣 很特別 又鹹又甜 但入口差不多融化了 融化了 先吃沙烏三個子 有一個很特別的菜式 叫做焗毛青 什麼? 什麼? 焗毛青 這個其實是日本的大頭菜 好像蘿蔔的種 紅色的嗎? 紅色的, 是嗎? 不過是白色的, 因為白色的 香港是紅色的嗎? 是蘿蔔的味道 也不是, 大頭菜應該是白色的 但蘿蔔的種類是Branchish family的 你試一試吧 這上面的味道是Missar嗎? 沒錯, 麵豉醬 你試一試, 很清甜的 你試一試, 你看起來嗎? 你發現了, 蘿蔔還有少許柚子味 我吃到了 他剛剛加了很輕微的柚子皮蘿蔔 很漂亮 很鮮的, 醫生 通常我吃通平豚肉或牛肉 今天我好像見到多點海鮮 因為你不吃牛肉嘛 你真是細心的, 為什麼? 當然, 大致有嗎? 這個很可愛 好截魚蛋, 其實是麵包 少許麵包 也是龍蟹 麵包的口感很有趣 是嗎? 是 好像有肥豬肉似的 是, 少許豬肉似的 我第一次用麵包煮沙盆 雖然漂亮的豬肉也要煮熟才好吃 要70度嗎? 不止了, 豬肉差不多 你也要煮一點, 比較安全 其實麵包很值得 因為大約會煮, 煮到70度以上 但如果是多生長 溫度可能要更高才會煮熟 你為什麼有牛骨? 謝謝你 很好看 這個很少吃牛骨 我也不是 這個很耐用 這個又是另外, 像是牛骨, 又不是牛骨 是什麼? 是什麼? 吃油水的 魚 沒錯, 就是南奇豚娜 它撥水的價位 最滑的肉就是這裡 一定要試試, 你看 筷子已經淋了 口感沒有汗 真是臭 入口的時候, 稍微硬 但咬下去會比較軟 然後咬下去也會有質感 味道不斷慢慢滲出來 完全不吃 而且這個真的很滑 好, 吃完這個這麼漂亮的魚膠 之後, 我們可以吃這個壽司 這個是牛肉飯壽司 打蝦壽司, 上去加少許海膠 不是, 這個就是針魚 差不多整條針魚 只要做一塊壽司 提議, 我也是由針魚開始吃 先吃它, 先吃飯 一口 一口壽司 很厲害, 簡直是小口壽司 哪個口最大, 吃這個牛肉 這個可以兩邊吃 這個的好處是用日本的生菜 你可以直接拿進去, 放一口口 所以你不用一口吃完 這個可以兩口吃 飯有哪個? 特別是有一點薄荷味 牛肉很軟和香 飯都吸收到牛肉汁 是不是應該挑戰一口果呢? 一口果又來過? 你來過 是小時候來過的 不要, 靜點你… 不, 不,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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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啃了, 我會懂得急救的, 放心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色的甜品 還有嗎? 是, 很甜的甜品 就是菠蘿 不過這是非一般的菠蘿 是由沖繩島日本最辣的島嶼 來的菠蘿 沖繩島小菠蘿 女士們, 你可以撕開來吃 菠蘿很甜 我怕吃到前天 因為菠蘿好像有點椰子味 是嗎? 吃起來好像Binacarada已經是 這麼厲害? 菠蘿真的超甜, 超美味, 謝謝你 不要客氣, 請客 真的很感謝你 今天帶我們吃這麼特別的菜式 這是我的榮幸 不過我們還要感謝這裡的大廚 因為是Oma Kase 是許法辦, 許法師的 我們現在一起, 謝謝 謝謝菠蘿 對, 請客 日本一種著名的飲食方法 叫做淮石料理 但到底淮石是什麼意思呢 這種方法沿著日本的僧人 他們一責令而吃 只減少最好的材料作為食用 但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從來不會吃飽 他們感覺肚餓的時候 他們會用布袋放暖石頭 放在淮中 這樣就減少肚餓的感覺 所以拌飽其實是他們長壽健康的秘訣 吃得拌飽的好處 就是可以減少多餘脂肪的積聚 因而減少糖尿病 高血壓或心臟病的可能性 另外再加上新鮮的蔬果 是有大量維生素和抗氧物質 吃得多身體健康一點 所以如果要長命百歲 不單要吃得好, 更要吃得少 日本料理也有不少豆類製品 例如黃豆的營養價值相當高 有豐富的蛋白質、鐵質、卵磷脂 以及多種維生素 有研究指出 女性多數黃豆可以有益健康 Suzuki和馬賽決定享受豆腐宴 這間豆腐專門店 有很多不同的豆製品 而這裡的賣點除了種類多之外 最重要的是這裡所有的豆腐 都是新鮮做的 老闆為了做出最新鮮的豆腐 所以特別請了這幫師傅助陣 是即場做豆腐的 師傅每天都會不斷做出新鮮的豆腐 凝固了就可以買了 他還說做漂亮的豆腐除了新鮮 用料也很重要 所以他們選用了豆味比較香的 加拿大黃豆 除了豆腐花之外 這間專門店 還有各式各樣的豆腐食品 鹹甜豆漿、琵琶豆腐 椒鹽豆腐、滷水豆腐等等 數也數不了這麼多 為了迎合熱騰騰的夏天 他們還用了不同的水果 去做豆腐花和豆漿 足夠健康消暑 馬賽, 我覺得這裡的老闆 非常勇於嘘事 就像… 這個紅包包的, 你看是什麼? 豆腐 是豆腐 但是他只是加了一些紅菜頭 就是用一些紅菜頭去炸汁 然後混合一起做豆腐 所以看到它是紅色 這是黑芝麻豆腐和普通的煎豆腐 不如我們嘗嘗 很香、很滑 剛才我剛才烘熟它吃的時候 已經那股豆香味供在鼻子上 其實紅菜和味道不太好吃 不過我覺得粉紅色的豆腐 在混合起來已經很吸引 然後這個是煎釀豆腐 這裡的豆腐是新鮮激炸的 其他地方是來貨, 沒那麼美味 味道很脆, 裡面是軟軟軟的 平時我們吃的, 可能炸了很久 我不懂怎麼說, 有一股油的味道 這個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裡有這麼多款豆腐製粉 最特別是這碟腸粉 因為它是用豆漿製作的 所以它的顏色偏向有一點米色 豆味很香, 而且是煙的感覺 質感有點像糯米一樣 周公子, 周世龍 怎麼由情長浪子 變成好老公、好爸爸呢? 八國皇室朱古力有多驚異 下一節感知識吃, 有得看 今天的嘉賓絕對是異品 因為他由情長浪子 變成了一個住家男人 和一個二十四孝爸爸 他就是周公子, 周世龍 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沒見 歡迎你來, 我們先嘗嘗 周世龍至少對美 已經有獨特的要求 更將他的審美眼光 運用在工作上 他的無特兒公司做得有聲有色 Steven, 我們吃前菜 我這個很明顯 很亞洲色彩 還有燒豬腩肉和帶子 加一個特別的XO醬 而你的燒芝士在意大利 再加上澳洲的洋芝士 很適合 你現在把中式清一點 現在年紀大了, 要吃清一點 你是出名的情強郎子 情強勝手 第一次開始拍拖了 在三年 三年, 當時應該是十五、六歲 是的 當時已經很英俊了, 是不是呢? 瘦一點, 樣子差不多了 從三年 到你這個美老婆Rebecca 當中有多少個女朋友呢? 沒有受估計和誇張估計 又是我老婆的限量 沒問題, 只是數字遊戲而已 例如是X數字 X數字? 對 兩位數字? 兩位… 未到三位? 盡量不要 盡量好, 相當可觀 是不是每個都是美女? 喜歡當然覺得美女 起碼自己覺得美 是的 但據我所知 有些真正是… 大家都承認是很美的美女 我也挺幸運的 你挺幸運的 是 第一個最容易吸引你的女性特徵 也是美? 當然是 我喜歡的女生比較自然 反而我不需要很化妝的女生 不化妝也要美的女生才行 是的 由去DeeDee, 去Disco 結識女生 不斷轉女朋友 到這個八點看劇集的男人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一個Rebekah改變了一切? 我想不是在成長的階段 我覺得是時間 不同時間 要去做那樣適合的事 Rebekah只不過是我的理程碑 裡面的一個… 最高的理程碑 對, 我一定要去做這件事 不是, 這是最高的理程碑 因為她也相當高 我們稱她為高妹 是的… 是否每個男人都應該 正所謂放縱一段時間 才知道家裡好呢? 我覺得這個… 以前我給自己一個 excuse 就是我不斷認識女生 現在我想起, 反而對我來說 以前的經驗影響到我現在 我覺得是這種生活 現在的家庭生活 是我一個新的突破 反而以前那些我覺得 有一點興趣都沒有我 你說叫我現在去卡拉OK 或者什麼 我覺得完全無法興趣 是, 叫你吃飯吃夜一點 你也不肯 我覺得不需要回去看著小孩 看電視, 很享受 有時候放假、旅行 跟他們四處去 去探索新的東西, 更開心 我真的要恭喜你這個義品 由一個情長浪子 變成一個最住家的男人 很棒 做極品比較好 最極品, 好, 極品的義品 你這個牛肉真的很棒 這個是挖苦肉, 但是美國的挖苦肉 很多時候都是澳洲挖苦肉 美國這隻也是純種挖苦肉 所以特別 不行了, 你也要給我一塊 我先試一試 試一試 來, 拿一塊試一試 我最喜歡吃肉 當然 我第一個… 就是你簽的 簽的人真的是Maggie Q 就是Maggie Q 一舉就成名了 還不是Born Girl 經過七、八年的魯迪 也是, 但你真的要有很多眼光 Maggie Q當年… 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選他呢? 你第一個簽他的時候 當時他肯定沒有紅 是嗎? 是, 你第一眼看到Maggie Q 你就會說這個不行 還是你有另一種沈眉眼光 其實這個令到我們公司 尤其是我的伴侶, 大家都很自豪 就是當時我們… 我記得他… 因為我們通常有很多模特兒 四處飛過來 有他推銷自占, 他們的公司 嘗嘗叫我們用他 當時他一下飛機 是 就是進了我們辦公室 我們剛巧合, 翌日… 過兩天我們去上海做一個活動 我就跟我的伴侶說 我說這個女生真的很漂亮, 我不管了 總之無論如何都要快幫他辦簽證 一起去做活動 你當時是一面之緣嗎? 是真的… 換句話說, 你… 我之前也沒看過他 沒跟他聊過 沒有 沒有接觸過他 是 下飛機看到他漂亮, 成功, 就簽Maggie Q 對 你真的很有眼光 當時挺好的, 不錯 甜品時間了 你的杜菲很特別 是用玫瑰水, 即是玫瑰水 另外加上玫瑰花飯, 試試 趁熱 還可以吃玫瑰花飯 對, 玫瑰花可以吃的, 厲害 好像Valentino那樣 Valentino, 厲害 我這個是Marrange 上高好像棉花糖 然後中間有一層有些Nougat 很鬆化, 不太甜 Nougat味很特別 這個… 很好吃 你好像吃光了, 兩口都吃光了 很好吃 不過Sofie有好處是 中間空心一點, 吃得不好吃 現在我去到Valentino 吃過花 吃過Valentino 再吃花飯 吃過花飯 你的興趣呢 除了美女工作 你興趣的是照顧小孩 和看劇集 另外有一個興趣的我所知是菜車 目的是為了什麼 對你喜歡速度的快感 還是輸贏的快感 其實我想在我最初玩的時候 是每樣都有的 我想男生當然想有成功 和達成功的感覺 就是拿獎杯的經歷 其實後幾年我參賽的時候 其實發覺是可以 放出壓力、壓力 這麼大壓力去放出壓力 在胡思亂想, 變成很危險 是 變成可以放出平時工作的壓力 而你最危險的一次是哪一次 我也挺幸運 其實掉頭360度 或者掉幾個360度是最多的 就是線胎然後轉圈 對… 但沒有反車, 沒有受傷 沒有… 等於平時你身體一樣 你吃多一些好的東西 防禦素, 防禦素才做得好一點 你生病的機會也不少 絕對是極品的異品, 異品的極品 好, 繼續 高榮認識你也感謝你 來到我們接受訪問 很苦, 讓我吃一盒加燕子 讓我吃一盒朱古力 為什麼要吃朱古力? 因為我是高榮的贖女 贖女和用朱古力來送的 有什麼關係呢?美女 那就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吧 生存法國瑪麗皇后 很喜歡吃朱古力 於是要求她的藥劑師 將藥放在朱古力裡面 就成為了面前的這種 有藥在裡面嗎? 其實最初這些金幣 的確要將可可借到 有些藥和藥在一起 不過皇后真的太喜歡吃朱古力 後來造就了很多新口味的出現 譬如橙樹花、玉桂和杏仁牛奶 這塊就是瑪麗皇后 最喜歡的杏仁牛奶 很香的杏仁味 而且朱古力味不太甜 難怪瑪麗皇后那麼喜歡吃 朱古力的魅力 連帝王都為之談到 好像這裡有一款朱古力 就是巴西國王Pierre的最愛 這種朱古力裡面 就用了圓粒的巴西高原咖啡豆 外面就是純正的黑朱古力 朱古力味和咖啡味 互相配合得來又不苦 而這種黑朱古力 據說是俄國沙皇的最愛 帝王的最愛用料當然要最好 這裡的朱古力 全部都是選用來自南美洲的上等可可豆 原來可可樹只可以在南偉20度 至北偉20度之間生長 而種植可可樹需要平均溫度18至28度 高濕度海拔30至300米之間 還要有特別的土壤 而其他材料還有法國的核桃 土耳其的葡萄 和西班牙的杏仁等等 我覺得和Honey一起吃 酒芯朱古力就最浪漫了 他們分別是用了櫻桃、蜜桃 和樹莓白蘭地 再加上67%可可含量的黑朱古力 很甜, 很焦 朱古力但有一點苦澀 不適合西方人的口味 所以以前歐洲人喝朱古力的時候 喜歡加入蜜糖和牛奶一起喝 而法國人的口味就不同了 喜歡把黑朱古力 配合大苦味的咖啡或者茶一起喝 而這裡就提供了很多款花茶 給大家選擇 這個皇宮花園的烏龍茶 就加了玫瑰、末莉、五芋花 蘆蕙和梨子 味道很清甜, 教你嘗嘗 好, 不客氣了 它聞起來已經很香甜了 很清新和很清甜 這個感覺就像去帆爾賽公的花園 炭茶一樣, 很放鬆 你嘗嘗這個 這個就是蔡德寶的乳茶 它的顏色是紅紅的 但喝起來也很清甜 這款茶非常珍貴 聽說含有九種淚黃銅 以及多種人體必須的礦物質 而且完全沒有草酸和咖啡因 很健康 我最喜歡的 徐小姐, 你喝茶而已 你怎麼好像喝醉了一樣 我最喜歡的 我也是自己喝一口茶 吃朱古力好過 送汁… 不知道 包心刺肚, 吃得夠好 平山盆菜夠風味 兩款壽影各有各精彩 還有西式意大利壽麵 下一節感知識吃 一起開生日派對 新年快樂, 我知道你今個月的 31號生日 所以我特地準備了一份 神秘禮物給你 謝謝 現在沒有, 你跟我來 禮物就是這些 很有趣 但為什麼送意粉給我? 中華人生日怎麼可以沒有壽麵呢? 我覺得送壽麵比較普遍 所以特地選擇五顏六色的意粉給你 但我平時吃的意粉都是黃黃色 為什麼這麼多顏色? 因為這間餐廳有自製意粉機 它可以做一些不同顏色和形狀的意粉 你還不喜歡? 喜歡, 謝謝 這次大廚Memo會做一個朱古力的意粉 首先將意粉的主要材料 粗粒小麥粉和可可粉放入機裡 再加上雞蛋 你看, 一條條朱古力的闊條麵就出來了 好可愛 但怎麼可以做到這麼多不同款的意粉? 答案就是這些不同款式的帽子 你看到上面的形狀 又大又小, 還有不同形狀 是用來做不同的意粉 這個就是用來做薑菇地 這個就是用來做闊條麵 另外, 他們用了意大利的優質粗粒小麥粉 所以做出來的麵條的蜜香味是特別濃的 而且這個機器特別的地方 可以令到做出來的麵條表面是比較粗糙的 可以令醬汁容易吸在表面上 吃起來就會多汁很多 確定, 那一定要嘗嘗 歡迎早上準備好了 好 請吃起來, 讓大家嘗嘗鴨 因為這個搭配要去做 這個老闆, 現在我吃起來 去吃起來很吸引 為什麼我吃完 他們會吃了 這個美食的東西 不用太多餘老闆 他吃起來很會吃了 小麵條是一個 tha 芝士, 闊條麵, 油麵, 天使麵 不僅僅, 還有通芯粉 直通粉, 螺絲粉, 貝殼粉 字母粉, 胡蝶粉 真的很特別, Suki, 謝謝你 給我這麼大的驚喜, 今天很開心 驚喜會陸續有你 不過就等我找Kathy和Dr.Mock 大家買了… 謝謝你們 我這麼大的女兒, 還沒試過買修煉 不過我怕你做的時候很多人跟你慶祝 所以先預先和慶祝 理論上, 應該六十歲才擺大壽 不過見是你, 提早幾十年 平時我們擺大壽吃九樣菜 這次你們年紀, 年輕一點 就吃六樣就完成了 沒錯, 除了傳統包刺肚之外 今天還有仇艷三寶 仇艷三寶就是… 這個就是第一寶, 這是乳豬 理論上, 吃燒肉的 紅當蕩之餘, 肌肉就熱實 代表你夠健康 好, 給你這件試一試 希望你快高長大 平時的乳豬就這樣捏皮或黏在肉 下面這件的就是多士 中間的就是金華多腿 再加上乳豬皮 就行, 很好吃 很有創意 特別是上下都脫, 脫乳豬肉 溶化了它的材料 中間加了糖在中間 很多醬汁 很多醬汁 其實兩邊的是乳豬醬 有少乳豬醬, 我想它已經有少許沙糖 還未介紹第二、第三寶之前 不如先吃一些矜貴的菜式吧 沒錯, 吃瘦已經碰得這麼矜貴的 這個很特別 就是上湯的菜膽燉包刺 刺就是這個芽蛋刺 芽蛋刺又夠長、又夠幼、又夠滑 像多到像粉絲 是否預料我支持者越來越多 牙筋刺呢, 你看看 真的比一般一塊很長, 又小一點 到底這個生日的來源是哪兒呢 來源?哪兒呢? 即是哪個作品, 從哪兒出, 何時出 一定不是你 一定不是我 那是什麼呢? 其實這首是二歌 是1893年的時候 在美國, 泰國有兩個修女 其實是有一間幼稚園 它的歌本本叫做 Good Morning to All Good Morning to All… 所以唱一唱是不是就變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很聰明, 那就獎你吃鮑魚和花膠 這兩種食材不僅是矜貴 花膠含有豐富的骨膠原 而鮑魚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滋陰的功效 中國人喝麵就一定不少有雞 這隻雞就特別了 叫做共鳴茶分雞 這隻雞是龍江雞 因為它的肉夠厚 它就特地選了 先用醬油浸熟 先浸到八成熟 然後再去分 分的時候 它就會用了一個特別的茶葉 就是這個門里無蜂茶 我問過師傅 他說為何用這個茶葉 他說要做一種茶葉試 他試了龍江, 又試了香片 發覺最好這種茶葉 配搭這個味道 雞的表皮是有淡淡茶葉香 一點點甜 看起來像豉油雞 但味道不完全, 跟豉油雞不同 好吃 到二寶上場了 這個就是長壽麵 當然了, 壽星旅一定要吃麵 寓意長壽一點 我加了這個水餃給你 裡面有蝦, 即是小蝦蝦 即是開心的長壽麵 然後我要介紹這個三寶 剛才Kathy說了, 就是這個瘦包 但其實它是有故事的 因為以前的人會覺得吃盆土 會有一個長身的效用 但因為盆土會有季節性 不可以經常吃 所以就出現了盆土形的手包 裡面有什麼鹹子 熱辣辣的氣味 哇, 綿肉 你看一顆蛋 很大顆蛋 很漂亮 對… 我真的想一口吃光 但不能分開來吃 我就一口 我真的想一口吃 真的吃得很開心 乾杯… 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很難忘 很足夠, 謝謝你 那下午再來呢 是否真的嗎?你請? 是, 她請 請 不要緊, 我可以的 好吃一點 謝謝 我下個月就是了 謝謝 後星期就是了 是嗎? 你有請我吃的 有位伯母早前在元朗放了壽燕 是, 要吃盆菜當然要進來元朗 沒錯, 適逢今天有一位名人 在平山這裡為他媽媽教了一個 八十大秀的壽燕 我們這麼餵食 當然不能放過這個機會 這位名人就是著名的時裝刺激師 鄧達志, William 你好… 歡迎… 謝謝, 祝伯母生日快樂 我們希望他快樂 其實圍村的壽燕 跟我們平時外面吃的壽燕 有什麼分別? 在圍村我們儘量保持傳統 吃傳統的盆菜 吃盆菜的時候 我們儘量吃流水值的方式 就是錯門, 我們把菜放出來 錯門又把菜放出來吃 其實主要會有什麼菜在裡面? 菜有很多種類 在這裡說也說不完 要帶你進廚房看看才知道 那立刻要去看看 好… 說得最特別, 就是這裡的盆菜 還是用柴爐來燜豬肉, 夠風靡 有一點煙燻過的香味, 知道嗎 超香 超香 就是這個大和炒麥 這個就是盆菜的主角 就是這個燜豬肉, 很厲害 如果這個豬肉燜得不好 整個盆菜就會沒有煙燻 可否嘗試給我盜嘗嗎 是否很重? 是否很重? 要這樣, 這樣才可以 這樣 如果是的話, 你用不到的力量 繞不到, 繞到一起… 不如留… 這麼小的力量 你想想, 聯哥要… 整隻豬在這裡 整個鐘頭, 繞一個鐘頭 繞一個鐘頭, 繞一個鐘頭 繞一個鐘頭, 繞一個鐘頭 繞一個鐘頭, 繞一個鐘頭 煮好靈魂, 就輪到驅學了 現在聯哥就把盆菜的材料 逐樣放進不鏽鋼盆裡 最底就是蘿蔔, 豬皮, 豬竹 免成就是魷魚和南乳豬肉 完成就可以開席了 先和鄧老太祝的壽 這就是我媽媽 今天這盆菜宴是為了她的壽宴 這就是我們的家人 一起喝杯, 好嗎? 好… 乾杯 乾杯 生日快樂 這頓真的很豐富 這頓很香 我想知道為何盆菜不只是一盆 但會有這麼多盆小碟放在旁邊 其實傳統的食盆菜 有很多種不同的食材 最簡單, 最粗的就是一個盆 然後就像現在 其實一盆, 兩盆四撥 兩個比較大的盆, 旁邊有小碟 最高級的就是九大鬼 如果九大鬼是否真的有九盆細小碟 其實也不是很小的, 放在旁邊 九大鬼 其實我們今餐是壽宴 跟普通平時的盆菜 會不會是今餐特別豐富一點 我有要求的, 特別豐富一點 而且巡皮鴨湯其實很棒 一般你根本在外面吃不到的巡皮鴨湯 都是我們村的很傳統的餐料 好, 謝謝你 謝謝 我們會訪我享受你餐 我要先去招呼朋友了, 好 好, 再見 再見 謝謝 喝飲宴時很容易多喝幾杯啤酒 但喝得多喝啤酒, 是否會有啤酒套 其實啤酒套不是單止來自啤酒 新鎮醫學定義是中央肥盤 意思是腰圍和坐圍的比率 在男性超過了0.9 而女性超過了0.85 中央肥盤不單是外表的問題 更加健康問題 如果有中央肥盤會增加糖尿病 血壓高, 血脂高 以及心臟病的可能性 如果幾樣東西有齊 就要是新陳代謝中合症 所以大家最好拿把軟尺出來 打一打肚腩 如果真的接觸中央肥盤時 就更加要小心飲食, 多做運動 下一節, 日直名廚, 深田敬先生 大顯身手, 示範正宗日式鐵板燒 Cupcake造型有特色, 又漂亮又好吃 留意一會兒感知識吃 今集我會拜訪 因為有二十多年入廚經驗的 日直大廚, 深田先生 他現在是一家著名 日本料理店的行政總廚 拿手菜是鐵板燒 所以今天我約他見面的地方 就是鐵板桌 深田敬先生職場大顯身手 又是時候學習了 師傅 是 我聞到很香的味道 是 你煮什麼給我吃 這是九州酒鶴犬的特色牛肉 它偏瘦一點, 不太胖 這個不太胖, 因為太胖… 口蔬來說太胖就不太胖 經常吃油 是的 好像融入了牛肉 對 所以口蔬比較瘦一點就餓一點 薄蔬比較胖一點也不太胖 師傅, 我看你剛才炒的蒜頭片 用來做什麼? 配合牛肉一起吃 我看你炒得很脆脆的 脆脆的… 把牛肉放進去, 放進去 已經很香 師傅, 我不客氣了 好, 請 原汁原味嗎 是 很多汁 平常吃日本的牛肉 覺得很胖 是… 但這個做和牛是不同的 所以… 反而不太胖 肥的柔味很少 而且肉質也可以咬一下 是 不是全部融化 是 是吃草是比較清淡的嗎 應該也不定, 不太清楚 你現在做什麼? 我做些炒飯給你吃 在鐵板上炒飯 是 炒的東西跟平時在鑊炒 有什麼不同? 鐵板上… 平一點 平一點, 地方大 所以可以炒乾一點 炒多久? 對, 炒得到呢? 飯要乾身是不是? 也不是的 炒飯不是一定要乾生 我喜歡乾生, 就是蛋 一切都拌好飯 包著飯, 蛋… 蛋包飯? 是 對, 這樣就很乾了 我要很乾? 但我的放石不會這樣做 一點濕濕的 軟軟的 香一點就最好, 差不多了 請多做 多做 好, 親耳吃 果然米真的不太乾身 加上蔥和肉的香味 可是我的飯就是不行的 isto, 本來切身內也要吃 Ricky Dice, 集中在雪上煮 coco Gent Scott 然後基本上煮海材料 tab 師傅, 放魚進去嗎? 是, 過一過水 拖一拖水, 放進冰裡 肉質會… 會比較實一點 比較實一點? 是 是, 洗一下嗎? 有些重油在這裡 現在再洗一下 是, 先洗乾淨, 繼續煮 不用先放油嗎? 不用 完全不用放油? 是 這是清酒嗎? 是 木魚湯底 這是糖嗎? 是 魚湯底是否不會反弄? 不會反弄 一邊這樣煮 這是什麼?師傅, 這是石紙 石紙, 是 因為煮東西不放進去, 上面比較乾淨 如果這樣煮, 全部都是… 有蒸氣? 是, 蒸氣 所以整條魚濕一點, 給你一點疏氣 不會脫掉水分 是, 沒錯 這個設計很厲害 好, 那就… 等它15分鐘吧? 是 讓我嘗嘗木章魚 是 肉質比較實淨的肉質 肉質比較實淨的白生魚, 不太胖 魚肉吸收清酒甜味 是 我覺得是香甜的, 加了這麼多糖 也不覺得是甜的, 很奇怪的味道 好, 謝謝濕田師傅 今天親手煮這麼多美食給我吃 而且我學到很多煮日本菜 小小的巧妙和秘訣 謝謝師傅 你現在多給掌勞 好, 謝謝 Cocky, 我很開心 你們幫我辦了這麼特別的生日會 但是我覺得如果生日沒有蛋糕 人家就差了一點 也對, 不過只有我們兩個 整個蛋糕都吃不完 我想這個蛋糕很適合我們 跟我來 你說的是這麼漂亮的Cupcake 對, 其實Cupcake在十九世紀 已經出現了 它的餅底多數都是用牛油蛋糕做的 傳統的Cupcake 免層通常都會是一層彩色豐富的糖霜 就像這個藍莓糖霜蛋糕一樣 免層有圓粒的藍莓中和了糖霜的甜味 再加上底層的朱古力蛋糕 味道很豐富 這個薄荷糖霜蛋糕的味道夠特別 除了糖霜的味道清新之外 免層還有脆脆的朱古力 口味, 很甜 這裡除了傳統口味之外 還有一些既新款 又特別, 又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就像這個士多餅乾淨的Cupcake 上面就是士多餅乾淨的Cream Cheese 再加一些開心果仁粒 我嘗嘗味道 雞蛋糕不會太酸 要帶點微甜 然後這個開心果粒很秋爽 最重要就是那個牛油蛋糕 好 而我這個就是檸檬卡丘 上面是檸檬皮 中間白色的就是師傅燒香的蛋白 裡面就是檸檬醬做的餡料 試試吧 很新鮮, 我喜歡吃上面的蛋白 好像在吃棉花糖似的 Suki, 我知道你為什麼說這些卡丘 適合香港人吃 因為它們全部都不會很甜 吃下去就很軟 而且這裡所有蛋糕都是積極製造的 所以很新鮮 除此之外, 造型也很特別 就像這個荔枝蛋糕一樣 免是淡粉紅的荔枝味淡牛油忌廉 加上一塊白朱古力造的葉 感覺很浪漫 裡面還可以吃到一粒粒的荔枝肉 而這個芒果蛋糕 免是有一塊三角酥皮, 吃起來脆脆脆 朱古力面還有薑粒 吃的時候薑味會慢慢滲出來 加上朱古力的濃郁, 芒果的清新 一塊蛋糕可以給你三種味覺的享受 很特別 還有這麼多款式在市面更好呢? 不如要這款…這款和這款吧 你還要, 我已經很飽了 你這麼快飽了? 但我是送給你的 不如這樣吧 那裡有小型版的, 你過去看看好嗎? 你去吧… 好, 請你吃朱古力 馬醫生, 請你吃朱古力 謝謝, 這麼開心, 請你吃朱古力 有氣勢嗎? 很少吃, 觀眾很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連節目名字都說我們覺得很好 是嗎? 感字色色, 代表我們幾個人 都是自色喝自色色 而且感字色色的感字 跟莫雪錦醫生的感字同音 我覺得挺有意思 說實話, 醫生, 你的名字 其實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其實我也覺得名字有點奇怪 家裡有十兄弟子, 我排名第八 我想我爸爸改名也覺得挺辛苦 有時候說笑話 因為樹字本, 排名第八 他已經說是江浪才盡 也想不到改什麼 人家問他要改什麼名字 我就說是這樣的, 變成是樂樹感 也很厲害, 比樹皮、樹根、樹枝 這些名字好 中國人很注重名字 人也是這樣, 食物也是一樣 過年的時候會有蝦、有魚 因為要吵吵大笑, 年年有魚 一次我去到西安 有一個菜的名字很特別 叫做插魚佳人 你猜是什麼? 插魚佳人其實是鄧羽甲 相傳有一個書生 他很喜歡羽甲, 說他很漂亮 像插了羽毛的美女一樣 所以叫做插魚佳人 不過那個菜的菜不太好吃 名字固然重要 不過有名字之外也有內涵 如果這個菜只有好聽的名字 不過不好吃就沒用 人也一樣, 名字其次 內涵才是最重要的 想想, 我們的名字挺配合節目的 我叫徐熟吻 主要是要夠熟才好吃, 不會嗎? 周文琦, 我覺得食物除了要好吃 聞起來也要香噴噴 至於馬菜, 當然會送給大家最好吃的菜 你們這樣也可以? 對, 還有, 如果大家想重溫 我們今集吃過的美食 就記得留下TVB.com 下集錦子式食 再帶大家去找好東西吃 再見… 下集主題菜是將科學 融入烹調之中的分子料理 張堅廷一心多用 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 不學醫生遇上, 張導演 冰室茶餐廳食物地道又好吃 新鮮牛奶香甜又滋味, 吃得歡喜 下集錦子式食 預迷你 新鮮酒